现在的电视剧都是帅哥美女,外加工业堂金,一群顶着逆天颜值的人动不动轻轻抱抱举高高,弹幕里齐刷刷好甜好甜。 而TVB的演员似乎是一股清流,有的演员跟帅一点关系都没有,甚至可以称为丑男,可他们就是能让观众忽略他们的长相,沉浸在他们塑造的角色里。 接下来,大家就一起来看看TVB的那些丑男吧。 一郭静安,前段时间,有网友晒出视频,曝光自己在香港偶遇PVB视地郭静安的画面,其容貌变化让网友们直呼认不出。 曝光的照片中,郭静安穿着白色衬衣,打扮得非常有形。 已经58岁的他,状态显得十分年轻,不仅头发乌黑貌密,身材还没有发福,看起来依然很帅气。 但令人惊讶的是,网友晒出的视频里,郭静安的容貌看上去有些怪异。 明明皮肤紧绷得发亮,可是他眼角和鼻翼两侧的皱纹又非常明显,有种既年轻又沧桑的感觉。 此外,说话,微笑时,郭静安的脸紧绷得有些僵硬,显得不太自然,再加上他的眼睛旁边还有一个明显的鼓包,因此很多网友怀疑他进行了医美整容。 众所周知,郭静安已经出道37年,拍摄过很多热播剧。 凭借精湛的演技,曾三次获得TVB视地的称号,追评罗家良的记录。 事实上,除了演艺事业顺利,感情幸福外,郭静安的经商之路也获得了成功。 他和姐姐从1998年开始经营这一家保健品公司,这么多年以来,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。 已经开了17家店铺,员工人数也超过了200人,再加上他将赚的钱用来投资房产,身价早已超过一元。 郭静安此次露面,也是为了参加新店的开业仪式。 2.欧阳振华 欧阳振华不仅与靓仔绝缘,甚至都称不上是行仔。 他有着圆圆的脸蛋,跃他的鼻梁,眼睛也不算大,给人一种憨态可居的气质。 欧阳振华毕业于TVB第11期议员训练班,与周星驰和梁朝伟是同期同学。 因为其貌不仰,出道近十年一直都在跑各种龙套。 直到1992年,欧阳振华抱着再不成功就转行做服务生的想法,参演了《一号黄庭》。 这部剧本来放在周末的凌晨档,结果莫名其妙地火了。 此后,欧阳振华实来运转,戏一部比一部火。 而最经典的代表角色,莫过于《喜愿路》中的颂词。 他饰演的颂词,胆色过人,观人愚微,无论是发迹前的落魄,还是成名后办案中的明察秋毫,都让人拍手叫绝。 这部作品也堪称古装行侦剧巅巅峰之作,人物角色超级经典。 欧阳振华虽然不帅,但憨态可居,风趣幽默,表演又接地气,很有辨识度。 所以他非常有观众缘,被称为TVB的收视服将。 三,陈豪,从出道起,陈豪就跟丑紧密挂钩,一度被称为丑帅界鼻祖,著名猴戏艺人。 甚至还有不少人投票,讨论他帅不帅。 最后的结论是,丑淡有气质,其实陈豪的起点还是蛮高的,最开始在澳大利亚当模特,后来被李莉真的前夫许愿挖掘入行。 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,眼形过长,嘴骨太突出,感觉嘴唇都被顶起来了,尤其是笑起来,还会露出两颗包牙。 虽然长相不是特别完美,但是他却总让人感觉有种鹦鹉不凡的行男气质,再加上一流的演技加持,陈豪是越看越有味道。 在洛神中,陈豪的古装相当出彩,硬朗的造型,配上1米85的身高,显得英气十足。 时装中最经典的莫过于珠光宝气,他穿上鼻挺的西装,就是妥妥的高富帅。 搭配绝美的黎姿,丝毫没有违和感。 他在《金之玉孽》中饰演的侍卫孔武,性格倔强坚强,却内心温暖。 陈豪和轻装造型也十分贴合。 在《宫心记》中,他饰演光王李仪,前期装傻冲愣,中后期却开始反转,除宦官兼臣。 守护女主角刘三豪,演技更是切换自如。 多年之后,陈豪续起了胡须。 有了胡子的加持,很好地掩盖了他嘴部的毛病,更加凸显成熟男人的魅力。 四,李耀祥。 李耀祥算是大气晚成的代表。 他出道很早,但因为相貌普通,跑了好多年龙套。 不过他还是很有追求的,一直在苦苦磨练演技。 后来在拍《银色旅途》时,刘青云突然现场发挥,一众群演都懵了。 只有李耀祥巧妙地接上了戏,由此得到了TVB的注意。 可是因为相貌没什么辨识度,TVB总让他演些奇怪的角色。 例如,他不到30岁就饰演了满头白发的老顽童周伯通。 后来《西游记》中猪八戒的第一人选此演,TVB又让他紧急救场演八戒。 虽然这个角色被他演得唯妙唯笑,精彩异常,可是整天顶着一个头套,根本认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。 直到2009年,李耀祥才真正迎来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男主角,在《经过枭雄》中饰演爱曾分明的柴九。 多年积攒的演技彻底迎来大爆发,李耀祥由此斩获势地,并成为TVB史上第一个三料势地。 此后,他又出演了《肖雄二大太监》等,表现都相当亮眼,延续罢评好几年,算是TVB最后的余晖。 5.马德中 马德中被誉为TVB第一海拔型男,他曾是G4特警出身,还被选入过香港排球队,在90年代初期被星探发掘,进入模特圈。 但是他的帅气很有争议,大部分人觉得他身材高大,鼻梁挺拔,鹦鹉不凡。 也有人觉得他是马脸,且面部中间略有凹陷,正中带鞋。 坦率地说,马德中高大的身材和硬朗的气质为他加分不少,尤其是配合各种制服,很适合眼精英人士。 例如在成名作《冲上云霄》中,马德中饰演的凌云质虽然风流,但是配上一身鼻挺的机师装,简直帅得不行。 还有在《飞虎》中,马德中一身飞虎队装备,迅猛威武,智勇双拳,颇受观众的肯定。 而且,马德中是典型的越老越帅,尤其是和长相老成的儿子比起来,就像平辈人一样。 6.林宝怡 林宝怡属于第一眼很普通,第二眼就让人沉迷的类型。 虽然脸上没有明显的短板,但是他的五官略显老成,再加上稍高的发际线,还不足以。 称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。 不过男人的帅重在气质,容貌只是加分项。 这一点就不得不佩服TVB的玄角眼光。 林宝怡最觉得正是他身上的气质,演起戏来总给人一种酥感。 特别是扮演一些精英角色时,这种气质就格外凸显,称得上是矜持有形的港圈男神。 1996年,林宝怡在拍摄《一号黄庭》时被监制邓特希相众,并且一口咬定,要让隔壁明珠台的一个天气预报女主播陈慧山当女主。 第二年,见证实录横空出世,瞬间将陈慧山和林宝怡捧为一线。 林宝怡饰演爱在心口难开的景叹曾家园,陈慧山饰演理智大于感性的女法医聂宝言。 她们都不是第一眼俊男靓女,但迷人的气质偏偏让人沉醉。 从那以后,林宝怡就成了职业剧一格。 妙手人心中,她是放荡不羁的离国柱,珠光宝气中,她是一心要出人头地的高长盛。 金之玉聂里,她是风趣又圆滑的太医孙白杨。 林宝怡曾经说过,每个角色我都会尽量演得很真,不一定很好,但一定要真。 正是这种态度才让每个角色都异常精彩。 七叶静生,八两金原名叶静生,195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。 八两金成为演员之前还什么都做过,因为从小长相就不是很有善的她并没有自暴自弃,反而非常的乐观。 那时的香港演艺圈都是俊男靓女,一些丑角虽然片酬比较高,但是依旧没人出演。 八两金得之以后,选择了进入影视圈拍戏还债。 1996年,周星驰拍摄《时神挑选演员》,八两金本以为自己的长相不可能被选上。 但是当时周星驰无厘头的电影风格很适合这种长相独特的角色,新爷爷一眼就相中了八两金。 自《时神吃牛丸》的小学生以后,八两金人气急剧上升。 当时的八两金非常感谢周星驰,周星驰也很看好八两金。 两人以一口气合作了《算丝草》、《喜剧之王》、《行韵一条龙》等多部电影。 香港电影圈,大家也都私下调侃说八两金是周星驰的御用配角。 八两金每一次出场都难免惹得大家哈哈大笑,八两金也因此拿下了香港娱乐圈第一丑男的名号。 在颜值当道的时代,作为艺人若颜值出众,自然会受到不少关注。 但这些党圈男神也向大家证明了,气质和实力比颜值更能打,更加容易让人铭记于心。